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劉彥彤 我是劉彥彤媽咪 我們兩個今天會講的故事是 選班長 下校期就到啦 嬉仔老師說要選一位新的班長 小兔和小貓都被提名出來 小兔很希望可以當選 因為求生班長同學和老師 所以就跟同學成立他成任之後會做到的事 例如幫老師拿包啦 協助同學做功課啦等等 旁邊的小貓見到小兔這麼厲害 如果今次選不到班長 我豈不是拿不到優點 不行不行不行 小貓突然想到一個好棒 他跟三天同學一樣 今次頒獎選舉 如果你們選我一票 我每人就送三張 小狗汪汪免費器飛給你們 好啊好啊我喜歡小兔 我都喜歡啊 我的我都好喜歡 那我們就mindeduns änd Trendちゃ 同學是小狗汪王的支持者 所以打算給小兔的同學 Andrew 씨 謝謝 第二天 嬌嬌老師說的結果 她說 今次的選舉 對班長 小貓多了小兔一票 成為了今次的班長 但小兔釘到的一支人 很不開心 因為她知道 小貓根本不是靠真正的實力 連贏了這場競爭 小貓當選班主任第一天 就已經搞到課室 暖七八糟了 她不單是暖 就是那些乖的同學的命 而且還在上課的時候 和那些同學 聊天啊 總之就搞到課室 七個這麼暖 草原八糟 唉 那些同學都開始後悔了 後來 其中一位和小兔釘都忍不住了 她決定向小兔釘老師 告發小貓 經過一兩月調查 小兔釘老師發現 原來小貓是跟不借手段 來做到班長的 根本都不是靠真正的實力 而且她還發現 小貓根本都不是真實上做班長的 她只是上課只有一個優點而已 小兔釘老師今次真的很生氣 她決定班給小貓的職責 還給她一個決定 唉 可憐的小貓 這次真的很傷心同學 好悔了 而小兔呢 小兔當然成為了新任的班長 她很開心 她又可以為同學和老師服務 而且同學都相信 小兔會比小貓做得更加好的 大家多集圍著小兔 一起講完 公平競爭 公平事件 公平事件